对于肖战的演技是真的不用多说,只因为当初看了他的魏无羡一眼,从此再也忘不掉他的容颜。 之后的肖战凭一部陈情令大火,演员这个身份便深深地闯入了网友们的心中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但与其他明星不同的是,唱、跳、演、严俱佳,肖战喜欢通过细腻的文字,来表达或诠释对粉丝、对自己、对影视作品的感受,直击目标的最深处。 一、出道后对粉丝留言,千言万语,爱你们。 2015年,肖战以选手的身份参加浙江卫视才艺养成选秀节目燃烧吧少年。 由于眼睛近视,肖战写字的时候头垂得很低,一笔一画相当认真。 他在本子上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。 肖战是通过选秀节目出道,全程使他的粉丝们一跳一跳为他保驾护航。 因此,他对这群一直陪伴着他的小飞侠们心存感激,要将自己最优秀的一面展现给他们。 二、用手机编辑出的信,很想你们,晚安。 三、手写信公开,不要忘记为何而来。 身在何处? 四、写给29岁的生日,对待任何事情都能保持炙热,坚持下去。 2020年10月5日,是肖战29岁生日。 随着肖战工作室在这一天的零点准时发出生日祝福,全网对肖战的祝福就接踵而至。 29岁,在即将三十而立之际,表面上肖战拥有着顶流的光环,被外人宠爱,实际却背负着超重的思想和精神压力。 五、二二七事件一周年道歉文,今天将是一个新的起点,有人说的更是过火,肖战这时候出来道歉。 避重就轻,嘴上说道歉,骨子里为的却是个人的私利。 六、王牌部队,一将热血驻军魂,申许国家护山河。 2021年12月26日,随着电视剧《王牌部队》的播出,肖战的演技又一次炸裂,粉丝的心也一次又一次的炸裂。 电视剧一经播出就广受好评,甚至有网友点评,这部剧或成军旅剧的天花板。 2022年1月3日晚9点,肖战在微博为故意也写下一封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